各位我一直给大伙说 美国现在的制造业的铁锈化 还有工业化的这种空心现象 是不可避免的了 现在呢你看看美国的这个波音飞机 这是属于制造业的高科技高端的这个领域吧 出了多少事了 前两天的时候波音飞机的舱门啊 这个莫名其妙的就飞了啊 又有那个波音飞机的那个轮胎起飞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就掉了 砸了那个机场的停车场好几辆车 而波音的一个著名的吹哨人也出事了 3月9号的时候前波音的质量经理 62岁的约翰·巴内特被发现 死在自己的车中 这个本应该呢 出庭参加波音诉讼相关作证 询问的约翰在这一天 却莫名其妙的死了 约翰这个很多人呢 不知道他是谁啊 但是呢他是波音的吹哨人 在波音呢 兢兢业业的工作了32年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白男的工程师 一丝不苟的进行质量的检查 可谓是波音黄金时期的工程师 文化的代表 嗯 什么叫黄金时期 就是美国的黄金时期 说起来政治不正确啊 你就明白了吧 老白男的这个黄金时期啊 早在2016年 他呢 就以波音的吹哨人而闻名了 当时呢 约翰是担任了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的质量经理 因为发现波音七八七氧气系统有四分之一是失效的 25%啊 那个所谓的氧气系统就是那个飞机遇到事的时候掉下来那个面罩啊 向管理层反映吴国以后 他作为吹哨人挺身而出 向FAA啊 也就是这个这个航管机构举报 他的详细情况 是吧 这个当时呢 大家都知道 若不是2019年七三七啊 那个马克思导致波音丑闻 他呢 这个举报也没有什么用啊 是吧 这个老工程师 现在出面呢 想要继续的爆料 可是报不了了 9号的时候 据当地警方说 他呢 是在停车场 自己的车里边 死于 自己造成的枪伤 这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说他自杀了呗 自己造成的枪伤吗 哎呀 这老哥啊 他的爆料至关重要 美国航空联邦管理局 刚刚完成了历时六周 89项对波音公司的安全审核 其中33项没能够通过审核 89项有33项没通过审核 美国南卡莱罗那州的州政府 9号证实 62岁的波音公司的前员工 死于自己的车中 他说呢 是自己造成的枪伤 律师 他的律师指出呢 波音公司的律师 7号呢 对约翰进行了7小时的盘问 8号呢 自己呢 又和自己的客户 约翰谈了一整天 本来约好9号上午呢 继续接受质询 但始终打不通巴尼特的电话 这个前往巴尼特下榻的酒店 找他的时候 当律师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死在自己的车里边 据警方说 他是自己开枪自杀的 所以当地的这些美国的网友 都看不下去了 美国的网友说 这就不是自杀 这就是谋杀 这是谁干的呀 大伙想想就知道了嘛 对吧 这是悲惨的一天 约翰呢 已经为这个官司准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波音公司发表了声明 我们对巴尼特先生的去世感到悲痛 我们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同在 网友说 你这就是这个猫哭号的假慈悲吧 是吧 他生前在波音公司公布 这个工作了32年 2017年 是打引号的健康问题 退休 2010年起 他在波音北查尔斯顿工厂担任质量经理 负责波音七八旗梦想客机的生产工作 2019年 这个约翰公开爆料 说称超复合工作的工人 故意把不合标准的零部件安装到了飞机上 工人 没有遵守工厂的零部件追踪的程序 导致有缺陷的零部件丢失 在某些情况下 为了防止供吸延误 工人甚至会从废料箱中取出不合格的零部件 安装到正在制造的飞机上多可怕呀 他呢向高层提醒各种安全隐患 但他们呢根本就不理他 波音公司否认生产过程存在着安全问题 不过呢 FAA一份2017年的审查报告表明 至少有53个不合格的零部件去向不明 约翰退休以后呢 对波音公司展开了长期的法律诉讼 他指控波音诋毁自己的人格 并因他揭露公司存在的问题 而阻碍其职业发展 但是波音呢 是否认了这些指控 波音公司目前呢 在FAA进行的检查中 多达37的比例项 通不过管理部门的检查 审查报告中说 发现了一个公司的机械师 用酒店门卡检查舱门的密封性 又在舱门上涂抹肥皂液 作为安装过程的润滑剂 然后用湿的薄纱棉布清洁舱门 是吧 包括货舱门驾驶商窗户安装不合格 这不是这个波音737 MAX这个客机 发生了这个舱门掉落吗 这不是看见了吗 这安装过程中 这是儿戏一样 是吧 而且呢 FAA还采访了六名的波音工程师 并对他们的回答进行了打分 总体的平均得分只有58%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吧 为什么啊 因为啊 波音公司啊 现在啊 招人呢 不看你的专业和你的经验和学历了 看什么呀 我告诉大家 看肤色 所以波音公司有一个前这个工程师就在网上抱怨 说我在波音干了这么多年了 来了一个毫无经验的啊 一个有肤色的移民来做我的上司 他屁也不懂 啊 根本在这行就没经验 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不提拔我 啊 那意思吧 是吧 政治不正确 你明白吗 所以 美国的 各行各业 都是这个样 你说美国还有救吗 啊 有救吗 波音啊 生产飞机的地方啊 嗯 所以 这个 波音公司啊 说质量监管啊 根本现在就是打地鼠游戏啊 对吧 这个实现利润最大化 啊 我的家人 我都不知道他乘坐 波音的飞机 这是波音的工程师自己说的啊 你说啊 这个约翰能是自杀吗 谁都不信 美国网友都不信 啊 说这肯定是被杀了呀 对吧 好吧 这个 波音公司呢 现在呢 竟出事 前两天 呃 就是 还有一个说 波音公司的客机 啊 从 澳洲 悉尼飞往 新西兰的奥克兰 从万米高空 直接就浮冲 然后呢 五十个人都被抛到了天花板上去 五十人受伤 十三人送医 有一个人 情况严重 事发的航班型号是波音七八七九啊 梦幻客机 有人说这是遇到了晴空 湍流了吧 不是 不是各位 啊 这个 平常的气流 没有这么严重 你要是五十个乘客都 给抛到天花板上去了 嗯 毛病大了啊 这就毛病大了 各位啊 波音公司的员工都说 我都不敢做波音的客机啊 谁也做谁做 而且呢 海外的这帮 摇棍们嘛 啊 这帮独轮运呢 造谣 说中国的C919 在美国降落时 发生了事故 可是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大飞机C919 美国根本就没有给释航证 所以呢 919 飞不了美国的航班 啊 实际上 这个图片 就是美国的波音客机 啊 瘸了 就是起落架 折了 啊 这不是中国的 这又是波音的客机 各位看到了吗 吹哨人 在美国没有好下掌 那个爱波斯坦 怎么样啊 啊 那不就是在那个监狱里面 莫名其妙的就 在自己的床檐上 吊死了吗 这个波音的吹哨人 呃 莫名其妙在跟你自己的车里自杀了 啊 对吧 这很美国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 咱们下期再聊 咱们下期待 בijår investigators 感谢观看